日本超人气一线女星三上优雅 早前在今年8月份推出最后一部影视作品 正式退役 令到不少粉丝相当依依不舍 而近日她就现身中国台湾 出席中国台北国际影视展活动 顿时成为全场焦点 即将在这个月中 踏入30岁的三上优雅 在接受媒体访问时 全程有问必答 相当亲民 自出道以来参演过多部作品的她 当被问到在如此多作品中 会向大家推荐哪一部时 她二话不说就是即将推出的最终之作 也是她30岁生日的作品 并扬言是一部大作 还公开笑言向所有女性喊话 表示不会抢大家的男朋友 叫大家放心 相当可爱 三上优雅 即将会在8月16日满30岁正式退役 结束8年的电影生涯 虽然退役之作还未正式发行 但早前片商已经率先公开新作封面 封面中的三上优雅相当漂亮 其展现甜美笑容看着镜头 一双眼睛又圆又亮 旁边写有完全退役四个字 但是看封面就已经相当吸睛 而她自己也有在个人社交网站上 发布拍摄时的花絮 可见她可爱十足 惊现完美身材和甜美笑容 一脸害羞样展现纯情可爱一面 整个画面美感度相当吸引人 另外 有媒体报道指出 三上优雅的最终之作将会有大突破 将与三位男神拍档演出 有别之前的作品 相信会带给粉丝不同视觉观感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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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